乌克兰军方持续公布他们摧毁俄军车辆的画面 俄军进攻乌克兰遭遇强烈抵抗 又长期缺乏补给 士气低落 想再多召集三四十个迎击战术群 只怕无法补其足够的人员 另外前俄国天然气工业银行副总裁 沃洛波夫 开战后就辞去俄国的高薪工作 现在已经加入自由俄罗斯军团 接受军事训练 准备协助乌克兰同胞对抗俄军入侵 对内刺客的波克罗夫斯克 现在已经成为当地最后的难民撤离战 来自乌东各地的民众赶着搭上 开往西部的撤离火车 躲避战火 志工冒着生命危险 到各地去协助无法移动的老人家跟病患 用轮椅担架送他们到车站 搭上撤离班车 去相对安全的西部后方 许多民众气氛哭诉 战火迫使他们抛下家乡 熟悉的家乡遭到炮火破坏 面目全非 迫使民众百般不情愿 也得抛下长时间建立的家园 前往陌生的后方 希望能够换得平安的生活 跟家人的未来 TVBS新闻与思寅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